蛋白抗原來自美國國衛院 高端疫苗的蛋白抗原來自美國國衛院 跟莫德納蛋白一樣 跟莫德納一樣 可樂觀假設兩者保護力一樣嗎 那要告訴你 當然不一樣 此技術當時除了授權給高端以外 也同時計轉給莫德納 但要說這兩者是孫生劑苗 或者姐妹疫苗 羅敏欽跟國衛院的副研究員 齊嘉宇都不表示認同 不認同 首先兩者雖然拿到一樣的極蛋白 蛋白吐出去的尖尖的極蛋白 但開發平台不一樣 這就是陳培哲跟你說的 開發平台不一樣 不要抵抗在那裡頭 羅敏欽解釋 莫德納mRNA疫苗不用生產蛋白質製造 至少可以快上半年 但高端疫苗是蛋白質疫苗 必須添加佐劑 增加整體免疫效果 兩者完全不同 齊嘉宇更打個比方 這就好像是兩家餐廳都買了牛肉 但一家是紅燒 另外一家是清燉 儘管原料相同 料理手法不同 但最終產品也會不一樣 我從來沒有反對過國產疫苗 我的好朋友 我的好哥們的學生 都在這裡面上班 我知道他們在忙什麼 他們在做什麼 是誰壞的事 那些搞政治解盲的傢伙 我就這樣強調 真正害了台灣疫苗的 人民的信度跟科學的效度 是那些做政治解盲的傢伙 最可惡 我在強調在罵一個人 好很奇怪 之前不是討論過 美國FDA回應說 台灣要把國產疫苗做什麼 免疫僑接 美國就回應說 很遺憾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 人在討論免疫僑接的方法 目前尚不可能有正式的立場 我們群組裡面 有那國貿系的教授 就講一個很簡單的概念 不管是莫德納 或是Veravax 那都花了多少錢 在做三期臨床研究 到現在還勉強在爭取緊急授權 我們台灣的疫苗 就立刻靠上去 我是你妹妹 我是你們的同一個爸爸生的 攀親戴顧 美國人會接受嗎 我們花這麼多錢 搞了半天 你來贊助 我跟你一樣 所以你也要過 有這種事情嗎 這個背後 連我群組裡面 美國的那些學者 都要問我說 你們發生了什麼事情 為什麼在這個事情上面 那麼的一廂情願 害了台灣的是誰 我請大家再多想想 香港的想法 對 你說的